语文一百一语九十 数学七十六 文宗两百分 就是梁老师预估的一个成绩 多少分说出来 428分 语文八十四分 数学九十二分 数学还 不行不行不行 我当时想给科科一百二十多分 然后呢 外语才八十一分 这是外语是这些科科最差的 外语一本来预估的是九十分 文宗就差了才一百七十一分 文宗您刚预估的是两百分 对对对对对 咋我才一百七十一分 这么我永远没想到 外面没想到的 政治是多少分 政治六十三 历史六十一 定理四十七 这个428分 其实是比去年的分数不高的 但是文宗是一百七十一分 有比自己预估的第一分高是吧 这个老师那个分数 考不好不甘心 对这一个没有上大学不甘心 那对于这个文科底科 因为今年第一次考文科嘛 那明年的话 咱们考文科还是你科呢 天经还是考文科啦